OK,好,我們看到這一題 上次我們介紹的這一題 那這一題其實是要算每一段診所的張力 那今天這一題來講的話 它要算我們支撐處的反例 A或E的反例 再來還要算每一點的高差 所以這個題目上來看的話 你就覺得這題目就有趣了 這高差會變化 那延伸跟上次那一題 這一題是有難度的 這是高考的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的解析是這樣子 第一個,把支撐拿掉 拿掉 然後呢,因為它是一個 其實它是一個力量 你其實可以假設說 它是從哪個方向開始 那我們也先不管它 因為它不給你這個距離 如果它給你這個距離的話 這個反例就知道了 因為它繩索是一定這個方向的力量 那這邊的反例就可以求出了 它就是不告訴你在YB YC YD 然後你就只能在那邊猜測 這個水平力量是多少 只能知道垂直但水平力量 你猜不出來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高度 才猜得出來 算得出來 好,那這一開始的時候 那先不管它 我們把那個支撐拆掉 就得到兩個反例 那這個圖面上是這樣的假設啦 好不好 因為我們很明顯的知道 繩索是這樣拉 它的反例一定要從這邊支撐 所以我們會假設一個向上 一個向左的力量 這邊是向右一個向上的力量 造成一個這個方向的拉力 這是因為大概預知它的力量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假設 同學會說 老師我可以假設向右 可以 算出來答案是往左 那就叫修正 好不好 都可以 好,那我們就照繩索的拉力 做這樣的假設 好,那現在這樣的假設之後呢 我們要算AY 那各位知道 這每一點的力量知道 力弊之道 好,那 對於一點彎距等於0 那通過一點的 就這三個力 等於0 這一個AY 乘以這個力弊的力弊 3 4 7 12 15 所以AY 往這方向 還是用右手定摺 如果 這個正符號 如果你不會判斷的話 就用右手定摺 我們往這邊進去 指向畫面 你可以帶一個符號 好 好 我寫一下好了 如果說我現在用右手定摺 我現在先不管這一行 我現在先不管這一行 現在不管這一行怎麼寫 我現在AY 它是對這一點曲彎距的時候 產生這樣的一個轉動 指向畫面裡面 我就代負號 好 負的AY 我們乘以多少 乘以剛剛講的15 好 再來這個20乘以這個距離 3加4 3加5 8加12 往上轉動 是正的 加上20 乘以12 這是正的 加上15乘以8 也是正的 也是正的 再加上5乘以3 也是正的 等於D 那AY 我們就不就等於 15移過去分之1的 20乘以12加上15乘以8 加上5乘以3 對不對 那這樣不就算出來了 一樣啦 一樣會丟到這個結果 25kn向上 好不好 你可以算算看 去乘乘出出看 那20乘12是240 240 15乘以8 你算算看吧 535加一加 好 再除以15 會得到25kn 好 那這就得到了AY AY得到之後 我問你 啊 Y可不可以求得 summation Fy 你就知道AY加EY往上 這等於這三個相加 好 這三個相加 它相加等於這三個相加 把1向過來 就是AY加EY 減20 減15 減5等於0 那EY也算出來了 這兩個都算出來了 好 那下面這一次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前面題目有告訴我們 它的允許力量是 就是說 最大 繩索最大張力是40kn 好 那你要知道 繩索的最大力在哪一邊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觀念看 上一次有講說 繩索的最大張力 是在最大斜率的地方 那斜率的話 就是水平分之垂直嘛 對不對 tθ是不是x分之y y越大的話 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大的tθ 所以呢 這個AY值如果是 它的垂直分離比較大的 可能就會有比較大的張力 那這邊來講 你看到AY大於EY 所以我們明顯的知道 TAB一定大於TDE 那它大它的話 它就承受 假設它是40kn 這是一個假設來算 不然你沒有辦法算下去 就是說 這個東西到了極限的時候 它的力量是多少 好 40知道之後 來我們再往下看 知道40之後 好 你看 那A點的水平力怎麼算 這一點是40 這個是40 繩索的最大張力是40 垂直率是25 水平力多少 這時候我們用B4定理 怎麼看B4定理呢 我把這三角形放大 好 你可以看到 這個三角形就是一個40 好 kn 這個地方是25kn 我問你 這一段等於多少 這樣嘛 立的合成 對不對 那B4定理來看 你看 假如這個我叫做 這個我叫做 這個我叫做 AX好不好 這叫AX好了 AX 我說過這個AX 我會等它 好 好 那AX的話 你看 B4定理來看 25的平方 加上AX的平方 不就等於40的平方嗎 那把它移向 好 所以呢 AX 就等於 40的平方 減掉25的平方 它還更好 本來有一個正一個負 但是在力學裡面 正負對我們來講 這東西我們就取正值 應該正負更好 好 那我們取正值 好 取正值 好 那得到這個結果 等於31.225kn 這個時候 會告訴你 為什麼比一個這樣的符號 這個符號 其實你把它修正一下 正確來講 你算出來 這個只是31.225 往這個方向 沒有錯 沒有錯 好 那AX是往這個方向 其實這個張力 我剛剛講了 這個力量是這樣 所以這個反力 其實是這樣的 對不起我畫了比較不準一點 是這樣的一個合成分離 這是RA 好 往這個方向的張力 好 那這個時候算出AX之後 我們要算出YB 這個距離 怎麼算 你看 我對B點取彎距等於0 好 取彎距等於0 這是25 這個是31.225 好 好 我們對B點取彎距離 這個圖 好 那你看 這個叫YB 好 那這一段距離是3 對吧 好 3 那我們看 這個AX 31.225 乘以這個YB 我們對1點取彎距等於0 3分選Mb等於0 所以25 25 25是往上 乘以3 它會往這樣的轉動 它會變成這樣的轉動 指向畫面裡面 所以25 乘以3 我代負號 指向畫面 我用右手定著 好不好 那31.225 也是往畫面裡面 所以也是剪掉 這邊漏掉了 這邊是漏掉了 這邊是漏掉了 好 我們看看 剪掉 31.225 是往上 對不起 AX sorry 我說錯了 31.225 在這裡 它是31.225 這個方向 剛剛是25 是往這個方向 這個的轉動方向 所以對比一點 是這樣的轉動 所以它是正 所以這沒有錯 做它一負一負 這樣就沒有問題 31.225 乘以YB 等於0 因為這兩個力量通過這一點 所以不用計算 好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YB的距離 對不對 一樣啦 就是 YB就等於25 乘以3 75 除以31.225 就得到2.402 OK 好 第一個YB就算出來了 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再看 要算YC 還是YC 是這段距離嗎 然後呢 我們來看喔 Summension MC 等於0 你看這個拆開 為什麼它等於31.225 水平力平衡嗎 那 這是5KN 為什麼這邊寫5KN呢 你看 25-20就是5 它切的時候 在C點 一點點 旁邊 沒有把15KN 考慮進來的時候 切開任意點 一個水平有垂直力 神鎖不承受彎曲 好 切開的時候你就看到 哇 這個31.225平衡 這25 這20 這就自然往下5 當到C點又不一樣喔 好 那這個時候我對C點取 例句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 25乘以7 3加4 乘以7 注意我這個方向 還是往這樣轉 這樣轉 來講的話 其實右手定則來講 這個還是負 好不好 右手定則 負的25 乘以7 這樣轉 然後20是這樣轉 正的 乘以4 你看我剛剛算差一個負 好 4 再來 31.225乘以的是什麼 就是YC 知道嗎 那這個轉是正的負的 只向外面 等於0 好 你就可以這樣算出來 所以YC呢 等於 31.225 分之 好 25 乘以7 應該是175 好 好 減掉80 這個就是95 好 95 95 再除以31.225 就得到了 好 3點 好 042 OK 那YC就算出來了 好 好 所以各位看到 哇 用這個方式在求它的距離 好 那要YD 繼續算過來嗎 不建議 我們從 左邊算過來 切在D點過去 一點點的地方 就是我們叫D 買拉斯的地方 就是沒有到D 還沒有到D 但是離D很近了 這5KN就不要考慮 我們考慮什麼呢 成部的水平力相等嘛 所以這個是等於31.225 好 然後垂直力 這是15 反力 那這個自然就是15 了解嗎 往下 好 那這時候要求YD 你就Summation MD 等於0就好了 好不好 15乘以3 我們看到 15乘以這個距離叫做3 注意是這樣轉動 拿右手定則 這樣轉動是正 15乘以3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 你自己把它加個負 你不要容易清楚 好不好 加個負 然後再加個正 好不好 那這正 這是符合右手原理 那這個就是右手定則 那這個就是右手定則 所以這邊寫有點亂 15乘以3 OK 然後 減掉31.225 31.225 是這樣轉 這樣是什麼 是負 OK 乘以YD等於0 所以這樣就算出YD了 好不好 神索的題目也可以這樣去考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種題目其實 說起來你說容易 其實倒也還好啦 但是觀念一不清楚 就不會算 那這個題目其實我們就講到這邊 好 差不多啦 是